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人闭门会见了两个小时 也共同对记者有一个记者招待会 但是呢很有意思在是 几乎美国国内所有媒体 美国国内所有政党一面倒的都在批评我们总统 到底为什么 怎么看我们这一次的被称之为历史性的会晤 如何来解读 今天呢我们邀请国际政治问题的学者汤伟先生来了 跟大家做精彩的分析 我们感谢汤伟先生上我们节目 汤先生你好 谢谢 汤先生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们总统在赫尔辛基那是 比原本的这个闭门会议时间延长了很多 到他做这个press conference时候 也没有对记者们讲他们两个人具体谈了什么 但是呢很不幸的是美国国内几乎是铺田盖地的 一面倒的都在批评的 甚至包括共和党的他本党同志 只要我看你就不算了 那是党内姑娘不算 但是那几位重量级的众议员参议员 我看今天早上美国这个众议院 连这个外交委员会的主席也出来讲话了 您怎么看这一次的美俄收纳会议 我觉得大家总体来讲 还是能反映出来这个川普总统的外交 和他的内政之间的一个微妙的关系 川普和普京的这个会晤 对他和普京来讲 都是在解决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中间的一些 国际关系中间的一些问题 而川普本身的所有的这个在外的 这个对外关系的活动 又是他自己国内政治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说川普目前国内政治的氛围下 没有任何条件对俄罗斯进行 无论是合作让步妥协 甚至是轻度的打压 或者是任何除了这个严厉制裁俄罗斯之外 他在国内政治中间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被 这个别说是被民主党接受 民主党就不用说了 民主党就说除非川普下台 其他的他都都可能不接受 都可能不接受 所以就是说就是被自己共和党接受的 就除非对俄罗斯严格的进行进一步的制裁 或者是两国关系特别恶化 否则的话川普做什么事情都不可能 有这种国内政治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闭门会谈的两个小时 川普和普京从他们简单 说起来这两个小时的时候 都是满意的 也就是说他们在谈的国际关系 或者是双边关系中间的一些问题 有可能是达成一些无论是共识 或者至少是谅解 但是他的这个新闻发布会 绝大多数的时间 或者是至少是大家的注意力 绝大多数时间都放在了制裁 或者普京和国内政治方面 对 所以这种 这种所谓的这种 一种微妙的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之间 或者说美国外交的 首脑外交的这样一个特点呢 是我们在考虑这些问题的一个 非常需要注意的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总统在外面做的一切 都和他在国内所作所为 是密切相关的 对 至少是大家的解读会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总统目前 他自己 这个川普总统 他对于他自己现在的处境 或者说他政策上的自由选择度 他的理解和所有其他人 对他的理解都是不一样 因为他自己觉得 特别是在他开始打贸易战 以及在一些 比方说他的最高法院的任命 等等方面 他自己对自己的 这个总统的任期的状况 是非常满意 而且他自己信心满满 对 所以他觉得自己应该是时候 开始在外交政策方面 实现他自己一些承诺 其中外交政策上的一个承诺里面 在他竞选期间 包括美俄关系的改善 包括北约承担更大的负担 包括对中国贸易上的这种打压 他现在都在逐步的实现 包括对伊朗的重新的制裁 等等等等 所以他自己觉得自己是完全有 这个有足够的民意基础 放手一搏 在国际问题上 问题呢就是 他的这个认知是否和 我们不知道他的这个认知 是否和古往大的老百姓 或者说普通民众之间的认知 是否是完全能读懂民意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他至少和精英 对美国的精英 这些方面的判断是正好相反 精英并不认为他具有任何这种自由度 而比方说民主党 他一开始的时候 并不应该是会在很多方面反对 但是在这个 属于就是经常会说的叫做政治不正确 你在没有解决这种问题之前的时候 你跟他进行任何这种谈判 就是应该接着制裁 更加的制裁 所以呢我觉得 现在川普如何摆平这两方面的关系 甚至包括他和普京谈好的那部分 那我们现在可能信息还比较少 但是早晚呢 如果真的谈成要做一些行动 很快在这个政府里面 就会有人把它这个露出来 有一些都不见得能够真正实行 而且他们谈的时候呢 两个人谈判的时候 是没带任何随从的 只有他们两个人和翻译 所以这个谈判呢 就大家就觉得说 我看到美国媒体的一个比较直接的评论 就是说你是美国的总统 你可以跟俄罗斯搞好关系 但不能够表现出你过分的热情 就直接就这么讲 当然了 这都不重要了 其实他的形式上都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实质谈了什么 我看到美国的媒体在他之前有预测 在他之后也有一些猜测 因为毕竟两位都没有透露 就两个人的会谈中 现在看来大家猜测中有几大问题 当然第一个 首先是两国的双边关系 我们总统说了一句话 说我们今天的会晤 是一个历史性的新开端 也就是说俄美关系 从现在开始 翻篇了 完全不一样了 我真的觉得我们总统 可能是有点过分有自信了 原因是在美国国内似乎都不这么看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观察 我觉得无论 其实两国在两个首脑在会晤之前 大家的猜测里面 有包含的问题非常非常广泛 对 没错 双边里面包括克里米亚的问题 包括乌克兰的问题 就是跟俄罗斯直接相关的 还有包括俄罗斯和欧盟关系的问题 那也就是说之前他在北约的时候 说到提到过的俄罗斯和德国的能源合作 还有俄罗斯和伊朗的关系 还有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 俄罗斯就是说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关系 俄罗斯和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互动 就是说有很多个话题 我觉得之所以他们没有谈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就算是他们达成的共识 他们不太确定 这件事情是否能够执行下去 因为很多情况 包括跟制裁有关的很多情况 总统并不是完全说了算 就是说总统的很多的这些想法 他可能不具备一定的这个基础 那包括对克里米亚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 就是说川普很有可能 就把这个东西就给了 就说我其实不在意 但是对于普京来讲 你川普说了不在意 其实对他来讲没有任何差别 因为你不可能 就是说你个人这个问题 如果不能反映到外交承论上 和这个相关的很多很多的方面 我仍然不会受到 所以普京在很多方面 他也不会提出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观察 他究竟有什么东西 来真正实现了 所谓他的两国关系翻张 另外一方面还要注意的 就是说川普他经常会说 他和谁是谁 好朋友啊 个人观如何如何 他跟CPP也是很好的一个朋友 就是说他基本上并不会觉得 他觉得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 包括这些两国之间的矛盾 都是生意的一个部分 就是生意不在何其在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 就是很多国家领导人 在对于这个两国关系 和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问题上的认知 恐怕和他的这个认知是有不同的 恐怕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有一个观察指标 现在大家有个观察指标 这也是俄罗斯比较需要的 其实俄罗斯也不在乎 你俄罗斯门调查事件 到底是怎么样 完了我都不承认 你调查你的我都不承认 他肯定把后部的已经抹得差不多了 那起诉谁 都跟俄罗斯政府不会发生关系 最后也就是俄罗斯人的个人行为 最终也就如此了 12个起诉也就如此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 那就是美国会不会解除 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主要是由于跟克里米亚 和乌克兰这样的问题 乌克兰的问题上 如果他们要是有这种合作 可能是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问题上 很有可能是最有可能出现突破的 但问题在于这 就是如果要是美国 在乌克兰的问题上 等于就是出卖乌克兰 就是至少在这个美国很多国内的人士的这个眼光来看来是出卖乌克兰和这个让渡克里米亚来要换取的是什么 那么最有可能换取的就是俄罗斯在伊朗和叙利亚问题上的合作 但是伊朗和叙利亚的问题上 就俄罗斯在这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问题上的利益和他的最多目标是非常清晰的 对 对吧 他克里米亚他是绝对不会还的 乌克兰如果不改变对俄罗斯的态度 他也不会轻易的放弃对 他最终追求的 你的乌克兰必须的还是个中立国 对 至少是中立 如果不偏 所以东乌克兰的那些这个 东尼斯克呀这些方面地区的 这个卢干斯克这些方面的这个叛军啊 或者说是内战的这些 俄罗斯对他的这个支持 实际上是牵制乌克兰的一个因素 他是手张的一个筹码 那么也就是说 你得有多少的筹码让俄罗斯放出来这个东西 我不觉得就是说 如果要原来过去的时候 川普给了乌克兰一些卖了一些武器 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使得乌克兰的危机升级 也就是说 双方还是有一定的就是共识 也就是说两方都不想让乌克兰成为一个下一个大的战场 就弄大了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美国在乌克兰科维米亚的问题上做出让步 他想换得的是否是叙利亚问题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是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叙利亚问题对于俄罗斯和对于美国来讲 都很有可能没有乌克兰对于俄罗斯那么重要 所以你一定给他需要有别的来 那么那就扩展一步讲 伊朗是否有可能是作为一个筹码进来 我觉得伊朗的筹码又太重 因为 那个恐怕不容易放 对伊朗对于俄罗斯来讲 他恐怕 第一呢伊朗也不见得完全是俄罗斯控制的筹码 对 所以呢这个俄罗斯对伊朗的这个影响力 也是相对实际上来是有限的 那除了伊朗之外再更大的 那北朝鲜俄罗斯的影响力本来也是有限 那么大家可能就会一个猜想是否在中国 就是又回想到当年基辛格访华和尼克松访华 又回到一个过去的三角关系的 对对对 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